音河青 可以說大部份是生活化 finan善 整個幾十年來的人生 主要來說 任何你活動警察宿舍活化而成的 Morgan那周 在4月14日起,开放给市民参观 部分商户或单位已经开始营业 而它在4月25日晚开始,每个星期五、六日 PMQ也会举行夜市,吸引游人参观 相信不少人都想进去逛逛,看看古迹 或者逛逛一些创业小店 但PMQ里面还有部分工程进行 而100间创业单位也只有30间开业 场内长期听到工程的噪音 而在阿巴甸街入口,也周不时见到有工程车出入 至于连接两栋大楼的空中花圆,就未完工 但由日仍然可以通过 配合PMQ要求,在4月14日前准备好的小店店主Andrew 对此表示不满 虽然他的店铺已经摆好货 但沙尘滚滚的环境加上噪音 除了会影响人流和收入之外 也令他担心安全问题 我们在2月8日拿到铰匙 其实我们当时都一直在问他们 你们的装修情况可不可以追得到 我要等你们准备了我自己去做这一件事 但他们都说可以了 但现在的办公室,你看到现在的情况 在办公室的人都可以 有很多工程的噪音,沙尘滚滚 无论顾客来这里都未必能享受到一个很舒适的经验 还有任何没有展示、展示、展示等的活动 我觉得这整件事比较令人流 如果我们有工作环境 又不是类传,好像一天在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又没有发生机器 他们去买飲品、飲品、讨论、讨论、讨论的东西 又离开BMQ这段时间 我会觉得做一个工作室也会很辛苦 我暂时都是看到这些事 我知道他们想尽量做好这件事 也都是很多储备来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时间 都真的未对的 未可以做到生意 当然很多东西都要在错误 或者是逆境内的行驾进步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就是反映到 我觉得有一些状态是你未够准备 你硬要搞一些东西出来 我会觉得这样可以 可能会将我这么好的想法 defeat 了我的 purpose 不过另一间店的店主 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小事 只是一个循序漸进的过程 Whether the readiness of PMQ to open or not open I don't see it as a big issue I believe it's simply a case one it's an old colonial building and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l the time frames go out of whack because you know sometimes you have to rebuild things three times so there's been a lot of delays all along the case so at some point you have to just say enough we have to open now by this date and that's it because all the time because there's just so many little projects that are going on in renovation so whether they're opening up too early or not too early I don't I don't see it as an issue 而PMQ方面就经电邮回复化 他们的开业时间表经过多方面的考虑 现在只是局部开放 将会在5月9日事业 6月底正式开业 他们又向商户发出安全指引 而管理公司亦有定时巡查 以保障商户和游人的安全 至于部分商户的装修工程 就预计在5月事业前后完成 至于来这里走的朋友又怎样看呢 我记得要啊 但好像什么都没吃 还有那些东西是特别高的 那些东西是特别高的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PMQ这个位于市中心 结合估值、商业和创意工业的營运形式 一开始已经受到各方期待 但是他们今次局部开放 究竟准备好了吗 大家不妨去逛逛 看看在座定端 一封闲谈生活的信 其实都是艺术 我介绍的这片作品 是名单目的 人叫李南方的一个 其实是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一位的 应该是他的后背 名叫叔 叔的叔是叔执的 这个是谁还未考证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现在正举行 北山吸股中国书法展览 展出一百幅 由北山唐娟赠 唐代至清朝的书法作品 并配合色文 让大家可以了解多些中国书法的内涵 这次的展览除了佛经 诗词和对卵之外 也有非常生活化的作品 古代的书法 其实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生活化 我所谓的生活化也包括了那些写诗 因为其实他很多时候都会和朋友 去交往 他就会写一首诗送给朋友 朋友又会回赠一首诗给他 其实是有很多这些情况 也包括了刚才看到的书信 一些赤毒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对联 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到有上款的 其实他都是平时和朋友 去交往的时候 是互相赠熟的 所以其实书法在以前古代 是生活的一部分 文人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去到现在 我们当代就好像很专业 是一种很特别的艺术形式 但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以往其实书法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所以无论他是写一首诗 或者自己的诗 古人的诗 写一封信 以至于写一对联 其实都是和他们平时的生活 是少少相关的 例如这篇明代黄重所写的 《行书借券》 其实是他和朋友借钱的借据 展览刹展人莫家梁教授解释说 书法艺术重视品德 黄重因为受人尊敬 所以他的墨保 即使是一张借据 都受人重视 而这幅借券后面 就有其他文人回应的感受 总共有几十篇 而另一幅吸引后人留言的书法作品 就是明代周某兰所写 为父身冤的血书 《血疏帖黄稿》 同场亦展出了明代书法家 文精明的句幅作品 行书记金陵有人词 首先就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去找一些你觉得漂亮的 你觉得看上去很舒服的作品来看先 然后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去了解 那件作品的书法家 你可以上网找到很多的资料 关于他一生怎么样 他自己为什么会写到这样 然后就慢慢去累积 这样你就会一步一步追进书法的世界 中大文蜜馆亦特别设置了一个学习区 介绍关于书法的各种知识 让大家来看的时候 可以由不同的角度认识书法艺术 在JCCAC的二楼平台上 有五个好像很奇怪的男人 一个在原地转 一个就用手劈开大牛肉 一个口中念念有词 在那里画火柴 又为什么会有一帮人这么专心去看它们呢 而究竟他们在表演什么呢 行为艺术源自于欧洲五六十年代 由艺术家Phil Conce 和Joseph Bors等人所定义下来的 而根据行为艺术学者Roseley Goldberg所说 行为艺术是一种直接面对大众 进行呼吁的艺术形式 通过展示行为令观众震惊 从而审视观众自身原有的价值观 和他们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它同时又是批判社会 建制 传统和权威的利器 而作品就是艺术家本人的行为 它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故事 或者传统聚述方式 表演的形式相当阔 可以是一系列密集的肢体动作 例如攻击自己身体 或者重复进行同一个行为 而行为艺术可以是 经过数月排练的演出 或者自发即兴的表演 每次表演的时间 可以从几分钟到几个月不等 而观众要注重的是 艺术家展示行为过程的意义 对于部分行为艺术家来说 是一种即时性的艺术形式 它不能透过录像、相片等重演出来 不会来自西安的行为艺术家 是三月这一次 在香港举行的行为艺术节之后 就提到今次的表演其实很即兴的 从我们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 讨论这几个材料的时候 因为每个艺术家提出一个 自己喜欢的材料 他会对这个材料有一个阐释 比如说我们之前 实际上我们提出了很多材料 最后筛选下来 选择了这五个材料 觉得它更能够体现 我们对现实的一种看法 另外这几个材料 它虽然看起来不那么精益 不是那么刻意 但它又非常多的 能够对更多的 对生活的本质有所触及 比方说吃的那个饼子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北方人 吃那个饼子可能多一些 因为我们带那个饼子来 实际上也是自己要准备去 但是后来突然发现 这个东西如果用它来做作品 也许还有点意思 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食物 另外包括那个肉的那个东西 因为它肉的给人感觉 它如果把那个肉 日常我们吃的时候是熟过的肉 熟过的肉你看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那种肉的那种质感了 就是说它血糊淋淋的那种 那种年年的那种 它那种肌力 它那种分量感已经弱化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块生肉 放在表演的现场的话 我们是觉得它会给观众 从视觉上 从感受上有一种触动 今年行为艺术节已经圆满结束 它们下一站将会到 厦门参加厦门时差 国际行为艺术节 如果下次行街看到有行为艺术表演 你又会不会停下来 了解它们的演出更多 上个星期 位于柴湾的青年广场 公布它们和Y女社新标志的设计 还请了设计师周淑怡 和有份解出这个设计的著名设计师近帝强 一起谈设计心得 这两个标志其实是青年广场前年设计比赛的冠军作品 它以纸飞机代表青年广场 寄望年轻人梦想可以展翅膏飞 而且导转飞机就是一个章幕 刚刚可以代表Y女社的特点 现在读大学最后一年的周淑怡说 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日常生活的观察 那些连餐巾都会接一餐的人 还有其实我又会是喜欢去一下camping 这些都是我生活上的灵感 所以又不会说我突然间因为 但是就会在各方面吸收回来 再融入设计 著名设计师近帝强是比赛的评审之一 他说会选这两个标志做冠军 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 我选择做冠军作品 就是因为他 創意有些机智 很聪明的 好像一个平面摺起上来 一个向上一个平摆 有一个透明度 张纸好像半透明 那样摺摺出来 那刚刚就可以表达到一个 向上飞翔的 好像指飞机那样的形态 那这个是代表了年轻人的 一个追梦 一个向上的心 或者一个活跃很轻盈 很年轻向上的感觉 那如果将他倒对反转的时候 他就好像一个帐幕 因为年轻人很喜欢旅行 很喜欢露营 追求那些青年的旅社 都是比较简单 比较樸素 那我觉得帐幕是很可以 表达到这件事 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很聪明的想法 比赛完了之后 周淑怡就根据近帝强的意见 作出改动 将原来设计中的字体重新设计 近帝强解释 设计原本是用一般电脑字体 和标志图像不是很配合 最好先用字笔落手去画 我用回比较专业的追求 除了要建立的个性 所以是提议他的字体 是应该是配合他的图形 是拿回一个动感 所以我们不要四平八稳的中文字 是用斜体 有个方向感 有个动感 动态配合他 而且他应该是有性格 因为年轻人应该有性格 不要不平庸 而是他的字体 本身有粗有变化 而且字本身是有他的性格的特点在 比如那些他又是黑体 但又像送底字的一些性格 在变化出来 彪志将会在今年正式面世 希望为青年广场带来一番新气象 整个几十年来的人生 主要来说我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学生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某一种 你会说是不断成长的一个阶段 所以到今天我再做梁足 我觉得可能都是想和大家分享 一就是浪漫 二是什么叫做同学 三就是这个戏里面说的继承者 就是浪漫其实是不是会失传 其实所有的教育对我来说 离不开一种教育 就是情感或者呆 教育从来对我来说 之所以应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 因为他是一些有情感经验的人 累积了一些方法 或者累积了一些思想 而对于那些未有这些经验的人 这些思想或者是这些理念 可能有帮助他们去建立他们的人生 这次就是英文名里面有 就是叫做 Art School Musical 所以他是讲一个艺术学校里面的两个同学 其实我自己没有读过艺术学校的 但是这次因为排这部电影 我就发现 人人都应该要读艺术的 因为艺术最基本的一件事 就是他教会我们看东西 我觉得艺术既然是教我们怎样去看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都会帮助到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会站在这个角度看东西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东西 我们又会看到些什么 还有到最后我们只是看外在的东西 还是我们应该都看内在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know it all的世界 知度很重要 这个是充满了知度分子 而不是知识分子的世界 或者现在这个知识分子 很多时候其实他只是知度分子 那什么叫知度分子呢 就是他要掌握所有的资讯 但是不代表这些资讯 对他一定自己本身有意义 那这次我们就是借助梁三白和竹英台 这两个角色就是 竹英台对梁三白很有兴趣 但是梁三白对于自己很不认识 那梁三白就很想做一个 别人心目中的梁三白 以至到后来其实他没有办法做到 他想做的那个人 这个比起上次有很多小故事 今次是一个大故事 那我觉得作为去用音乐的形式 来到他表演的话 是更加应该有效果 虽然我一直都有看音乐剧 但是为了做这个project 我们在过完年之后就去伦敦 就看了九吹戏 这些音乐剧 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音乐剧 它不是《悲惨世界》 它不是《歌声未演》 《悲惨世界》 《歌声未演》那些是70年代的音乐剧 但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其实华人到现在是喜欢看70年代的音乐剧 我想大部分华人他们都还认同到 那些Android Webber的那些情怀 那些情怀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比如说是《亂世》 或者是一种丹鸾 但如果你现在看新的这些音乐剧 其实他们已经碰很多 你可以说更加先进的题材 因为大家将这个表演形式 用在不同的价值上 所以我经常都说西方 它永远好像有个货车头向前走 因为它在看将来是怎样 但我们还在往后 在找我们需要的那些东西 譬如我觉得很多华语的音乐剧 最喜欢做的就是 如何回到以前 然后对自己的爱人说一声对不起 或者如果时间给我 可以回到头 我是否可以重新选过 或者我家里的人都死了 然后我怎样可以留住他们 然后那些歌或者那些事情 陷入到最后就是 我会叫做是一种 应该是怎样说 是一种怀旧 所以音乐剧在地球这一边 很大程度上 都仍然是用来圆满那些我们的遗憾 而不是讲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将来 所以这一齣戏 我希望我是比较上 不要做怀旧 而是可以说 就算说不到将来 我们说一下现在 第二样东西就是 梁足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 如果他不熟悉 他一定是 不要说九零后 是二千年后的 那些新一代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场戏不仅是被 適量足的人看的 我希望新的年轻人 他们都会在里面找到自己 放入他的现状里面 就是 现在的女性和现在的男性 是有一件事很微妙很有趣的 就是 就是 女性对于沉默的男性 是永远有一种幻想的 但是 反过来我这次要拆解的 就是 其实 在这个年代 有很多男性 他所谓的沉默 不是因为他神秘 而是他不懂得表达自己 或者他对于 过于懂得表达自己的女性 是有很大的抗拒 所以这些情感 用歌来表达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 比起你就这样说 是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我这次合作的舞台设计 其实都不 应该怎么说 他不是一个 一个做开舞台设计的 一个 对这方面 我觉得有看法和有兴趣的人 我之前合作的是陈友荣 陈友荣在今年春天的时候走了 所以我自己心目中 都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想我将舞台 保持 一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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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是这两个戏 我希望 这两个戏 因为跟他走 还是距离那么近 所以我想他保持有一个开放 所以我都会和 今次跟我合作的 这个设计师说 怎样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我想他的不在 仍然被大家看到 于是大家 一样可以通过 我做的作品 去感受他的不在 当然我不可能长时间是这样做 但是好像这两个作品 我都希望他可以 是能够 帮我表达到我对他的一些想念 或者是我想告诉他 他不在的时候 我会怎样做的 当然这件事对我的意义 是大过可能对观众的意义 所以我必须要由作品 来告诉观众 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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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